爱跳舞的小象 有五只小象一直生活在动物园里 可是它们整天都无精打采 闷闷不乐的 有一天 动物园里新来了一位叫汤姆的训像师 上班的第一天 它就有了疑问 为什么小象们都不高兴呢 汤姆想 它们是不是生病了 于是它为每只小象量了体温 还给它们做了一次全身检查 可是一切正常 汤姆想 小象们是不是嘴长了 于是它买了点心水果 各种好吃的给小象们吃 小象们呢 把东西都吃光了 可它们还是不高兴 汤姆为难了 站在那儿一直看着小象们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小象没有生病 食欲也不错 可是为什么不高兴呢 汤姆又想 小象们是不是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于是汤姆请来了发型师 给小象们设计了时髦的发型 哇 打扮之后的小象们 帅极了 然而小象们 甩了甩长鼻子 还是不搭理汤姆 难道它们是身上痒痒啊 给它们洗个热水澡吧 汤姆拿来刷子和香皂 给小象们洗起澡来 洗过澡后的小象们 浑身香喷喷的 干净极了 但是它们仍然低着头 站在汤姆的面前 听说在好的环境里生活 心情自然就好了 小象们一定是嫌自己的房间不干净 所以才不开心 这样想着 汤姆就开始为小象 打扫起房间来 可把它给毛坏了 汤姆又专门到集市上 买了几盆花 回来后摆在小象们的房间里 可是小象们闻了闻这些花 还是懒懒地走开了 汤姆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坐在地上一直发呆 哎 这些小象真是太叫人头疼了 马戏团的一名训兽师 听说了这件事 他决定来帮助汤姆 他有一头训养的非常出色的大象 他准备叫大象 他准备叫大象去问问小象们为什么不高兴 大象被带到动物园 他走到小象们的面前甩了甩长鼻子 不一会儿大象给他的训养员发出信号 要求放音乐 音乐有节奏地响了几来 听到音乐声 大象指挥小象们站成了两排 小象们甩甩鼻子 慌慌屁股 踢踢腿 抬抬脚 他们越跳越起劲 开心极了 汤姆终于明白小象为什么不高兴了 他不好意思地摸着头 也开心地笑了